上回说到江夏的张武陈孙叛乱 刘备呢跟刘表要了一万大兵 带着关云长张飞赵云到江夏 去凭张武陈孙之乱 两军一列阵 刘备看出来张武骑的是一匹千里马 刘备一夸呢 赵云说您放心 我到镇上给您牵来 这话说的 也真是常山赵云赵子龙 到了两军江场 张武催坐下马 掌中青铜窝瓜锤来迎敌赵云 他可不知道赵云到底有多大本事 来你我撒马一站 赵云浑身的力气妄常灌 有打腰这灌到肩板上 灌到胳膊上 灌到手腕上 灌到大枪之上 啪 把这大枪一缕 炸 抖大枪 就奔着张武的耿响音头扎起来 大枪这么一颤 十几个枪尖弄得张武是眼花缭乱 这就是赵云的大梨花枪 就好像梨花开了 这瓣望下一落 你找这真枪尖 你找不着 大枪扎过来了 张武认为自己有力气 拿着青铜窝瓜锤一搭十字架上下一搭 他瓣 他瓣赵云这条枪 护住胸口 护住自己的嗓子 护住面门 望出瓣这枪 赵云的手真快 我能让你瓣上吗 使锤的人都力气大呀 瓣上了不得 赵云望回一撤这枪 涮大枪 打 他横着就奔张武抽来了 眼瞧着枪到了 张武双锤 流星感觉是 嗒嗒 望上磕 两个人二马错凳 赵云大枪一刀手 枪尖朝下 枪算冲天 扎 就奔着张武的泪头来了 就在这二马错凳 大枪刀手扎的时候 赵云一看张武胯下这匹马 离着近了 看得更清楚了 迅速主攻好眼力 这枪尖眼看要扎上了 张武松锤望他就砸 赵云望回一撤枪 两匹马圈回马来再战 这叫一个回合 赵云这条枪确实太好了 张武也不弱呀 使锤的力气大 两帮有力 张武心说 这回我给你使绝招 锁枪法 我要你的命 所以赵云抖枪再扎 张武拿这大锤上下一锁 汤 就把赵云这枪给爆住了 这招 锁枪法是绝招 叫拿一把分金错骨 使得好 把敌人伤了 使不好就得伤自己 为什么叫绝招呢 因为双锤呢 是短兵刃 双锤一抱这枪尖 望前一地 就是自己的耿嗓烟好 所以你必须得赢 张武认为自己力大无穷 准能把赵云的枪给挫撒了手 然后反手一锤 就能把赵云打死 双锤锁住赵云这条大枪了 赵云明白 好啊 你是拿一把分金错骨 要错我赵云这枪 瞧我的吧 赵云沉重的气 就瞧见张武 两绑一晃 千金之力 擦了个假印 声音响开 他双手一挫这锤 赵云如果钻不住这条枪 那可就坏了 双锤一挫 这大枪要烫手啊 赵云一看他双锤错了 赵云浑身立即灌到枪上 哎 赵云望下一问这条大枪 张武没错动 呀 张武可有点傻眼 张武心说 错一下不成我 再错二下 他错二下 这得缓劲呢 他一缓劲 双锤刚要使劲 就在这功夫 那赵云手底下多力了 就借他缓劲这功夫 大枪望前一地 你别错了 这枪劲 掌扎到张武的 耿嗓音头 啪啪啪 双锤撒手落地了 赵云大枪一摔 不痛 睡着窥开甲轴 只想尸身坠地 这匹马刚要跑 赵云心说让你跑 我要的就是这匹马呀 把大枪交给左手 叶叉探海士 啪 就把张武胯下这匹马的 缰绳揪住了 忘回一拨马 带着这匹马 来到刘北面前 出宫马已然给你牵来 哎呀 刘北看着赵云 再看这匹马 千里马千里人啊 子龙将军实在是太棒了 赵云 把这匹马交给刘北 刘北立刻下了自己的马 就骑上张武这匹千里马了 把对面 陈孙气坏了 跑这牵马来了 牵过马去 你刘北就骑 不成 我得把这匹豪马良军 给牵回来 陈孙高声寒嚷 还我战马 我要替张武报仇血汗 催缩下马 掌中三股钢叉 直临江场 张飞一看 刚才是子龙将军 这回得交给我了 你牵马回去 懒老张这条轻可不干 张飞催 坐下马 掌装 掌拔蛇猫枪 直奔陈孙 你是活人 这陈孙一看这张飞 没错了 即便没见过 也知道这模样了 你是张飞 嘿嘿 正是你家张爷爷 你瞧枪吧 抖大枪就扎 直奔陈孙的钢嗓咽喉 陈孙呢 是掌中三股钢叉 望上一击的叉 他一下就把张飞 大枪的枪苗子给别住了 三股钢叉 撒叉柿子 把张飞的枪苗子 枪尖给别住了 他干什么呀 他要是推边挂印 顺着枪杆 啪往过一捋 打张飞的护心宝镜 要是打上张飞的护心宝镜 就被打得粉粉碎 就得震的心口一通血 得吐出来 说说是说 这真事是真事 插的一下 这三股钢叉 把这枪苗子别住了 他刚要推边挂印 张飞明白 我让你推边挂印 张飞一刀大枪 一颤这枪 这陈孙若大了 没有张飞的力气大 三股钢叉 这叉尖都冲了地了 跟着张飞反手一枪 打 这枪反手 整打到陈孙的头盔之上 窥也碎了 脑袋也裂了 陈孙尸身这一地 张飞高兴了 嘿嘿 可惜你骑的 不得牵雷毛 刘备刘选得一看 非常高兴 把双骨剑一举 杀 关云长跨下马 掌中青龙眼 于大刀 赵云跨下马 掌中枪 再加上刘备的双骨剑 前面是张飞的 一条大枪 这一吨乱杀乱喊 军武主将 不占军心自乱 张武陈孙 打了败仗也死了 这些兵士死的死 逃的逃 投降的投降 一会儿的功夫 就把江夏之乱 给平了 刘备清理战场 出榜安眠 然后指挥大队人马 收兵回归荆州 刘表得报了 没想到这么快 我兄弟刘备 又打了胜仗 哎呀 有了刘备 我荆州高枕无忧了 刘表立刻带着 文武官员出城迎接 他一眼就看见 刘备骑着这匹马了 这匹马怎么这么棒啊 这是千里马 太漂亮了 他看着马 两眼发直 刘备多聪明 刘备立刻就明白了 我哥哥刘表 也是爱马呀 贤弟呀 你打了胜仗 兄长 我该如何感谢呀 哥哥 您这话就见外了 想我兵败汝南 来到荆州 您对待我恩重如山 凭个小小的江夏之乱 我做兄弟的 应该为哥哥分忧 您不应该说这样的客气话 贤弟呀 我原来看你骑着马 不是这匹马呀 是啊 哥哥 这是我凭江夏之乱 得来的这匹马 这是张武骑的 哦 原来是 降将之马 刘备立刻就明白了 哥哥 既然您爱这匹马 就把这匹马 送给您吧 说到这儿甩灯 林安夏马 就把这匹马 给了刘表了 刘表呢 还真不客气 下了马 就把这匹马骑上了 贤弟 哥哥可不好意思了 哎呀 大哥 您骑我骑不是一样吗 那我可就多谢贤弟了 等刘表骑着马回府 在门口这碰见一个人 这个人呢 就偷偷的把刘表拉到旁边 主公 您要这匹马干什么呀 刘表一看 十四级手下文武全才的大将 也是谋士快乐 快将军 这马怎么了 您不知道我哥哥会像马呀 我知道啊 您瞧见没有 这马您可不能骑 您看 马的左眼下有泪槽 从马的脑门到嘴角这儿 有一六白毛 这马是凶马呀 这匹马叫低鲁 谁骑的谁死 啊 刘表听这儿 机灵灵打了个冷战 谁骑谁死 心说不成 我可不能让这匹马把我刘表放死 我还得活着呢 干脆抓个理由 我把这匹马还还给刘备 刘表还真信了 一个刘表是怕死 再说 快梁确实是相马专家 在荆州非常有名 第二天 刘表摆上酒宴 给刘关张弟兄庆功贺喜 风风圣圣酒宴 摆上了文武官员香陪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了 刘表亲自给刘备振了一杯酒 把这杯酒举起来 宣德呀 多谢你替哥哥我评了 江夏之乱 请饮慈悲 有贤弟你帮忙 我荆州就有依靠了 说得挺好 最后刘表他叹了一口气 刘备自然要问 兄长 凭了江夏之乱 您挺高兴 您为什么有嗨声叹气呢 贤弟 你是不知道 我荆州是 一天都不踏实 南越 经常有贼人入境作乱 那汉中的张鲁 江东的孙权 都有取我惊香之心 对我威胁太大了 我不能不忧虑呀 这刘表说的汉中的张鲁 江东的孙权 咱们知道 那么南越是什么呢 南越是当时的一个少数民族 就散居在 而今的广东 广西 福建跟浙江 南越的人 常常来入境捣乱 汉中的张鲁 还有江东的孙权 老想夺荆州 所以刘表发愁 这个刘备呢 也仗着 打完胜仗 心里高兴 这酒又多喝了几杯 不由的脱口而出 哎呀 哥哥 您何必为这点事担忧呢 您看见没有 我手下的三元大将 就我二弟关羽 想当初十八镇诸侯 陶董卓的时候 温九斩华雄 哥哥 您听说了吗 那我当然知道啊 我二弟关羽 在曹操手下 斩燕良竹温丑 过五关斩辽将 古城会斩菜羊啊 有我二弟的威名 让他坐镇顾紫城 就能镇住张鲁 张鲁 他还敢藐视京香吗 是啊 太好了 太好了 有关将军坐镇顾紫城 我想张鲁啊 连看荆州都不敢看了 好 哥哥 您再瞧我三弟 跨下马掌中这条大枪 勇贯天下无人能敌 您给他兵 让他带着兵巡逻 严查南越的边境 一方贼人作乱 好啊 好 有三将军 能够镇住南越 我当然就踏实了 您再瞧 子龙将军这条亮银枪 不在我二弟三弟之下呀 可以让他坐镇三江口 以具江东的孙权 哥哥 我帮着您镇守荆州 防备曹操进兵 您还用着急吗 是啊 刘表看着刘北在桥观音场张飞大江赵云 兄弟 你说的太好了 要真这样 要真这样 我坐镇荆州 真可以高枕无忧了 等酒席散了 刘表亲自把刘北送到虎门外 刘北一点手 从人牵过马来 刘表借着机会 就赶紧说 先帝呀 昨天你送我那匹马 确实不错 可哥哥我一想 我平常也没事 骑着他呢 也就出去溜达溜达 兄弟你 胯下马掌中兵人 上着林堤打仗 骑着马有用 有道士 马是战将两条腿 这匹马呀 兄弟你骑 哥哥我不要了 哎呀 一匹马 您为什么这么客气 小弟我 又不是没马 行了 李奇吧 刘表呢 又把这匹低龙马 还给刘备了 刘备仍然乘坐这匹马 等刘表刚刚回府 这家人过来了 荆州大人 夫人有请 好好 我立刻就去 刘表急忙走进内宅 来见夫人蔡氏 这刘表啊 剧内是出了名的 为什么 咱们书中按表 刘表坐镇 经州 他知道 经州有几十户大富豪 这几十户大富豪掌握着地方的势力 所以刘表为了巩固自己经州的势力 就把经州当地的大富豪杀了55家 把由武装实力最强的蔡氏给拉拢过来了 让他帮着镇守经州 后来刘表的夫人陈氏死了 刘表就娶了蔡氏 那么荆州大权就落在蔡氏宗族的手里 所以刘表怕就怕的是这位夫人 这位夫人蔡氏的几个娘家兄弟 蔡茂 蔡忠 蔡和 蔡勋 掌握着荆州的水汉马不军的兵船 刘表他能够拒内吗 见了夫人之后 刘表不等蔡夫人问 就把刘备要派三元大将领兵 坐镇顾紫城三江口南岳的事情 给说出来了 蔡夫人一听啊 一边冷笑一边嚷 哎呦 我说荆州大人呐 您怎么就看不出来呀 这刘备是不怀好意呀 哎呀 夫人怎么能这么讲啊 刘备是真心帮我 真心帮你 你呀 你怎么这么傻呀 将来荆州丢了 你都不明白是怎么当的事 你听见没有 刘备跟你说什么 啊 让他两个弟弟 还有大江赵云 一个镇守南岳 一个镇守顾紫城 一个坐镇三江口 水汉两路都归了刘备了 刘备在荆州说着句草草 实际上他是看着你呢 只怕出不了三个月呀 他们哥几个来个里应外合 荆州啊 就是刘备的了 蔡氏夫人 怎么会说出这些话来呢 因为自从刘备到了荆州之后 蔡氏就猜出了 刘关章弟兄来意不善 担心刘备要夺取荆香事业 所以他就暗中派他的弟弟蔡茂 偷偷的打探刘备的动情 蔡茂呢 也确实怕刘备在荆州成了气候 影响他们菜市宗族的利益 他当然想加害刘备 变着犯的 想把刘备挤出荆州 刚才刘备在酒席宴间 说的这些话 蔡茂听见了 他马上抓着空 到内宅来看他的姐姐 就跟蔡氏夫人说 姐姐 您可得跟荆州大人说说 不能听刘备的 刘备这个人背心弃意 谁都不能跟他交成知心的朋友 三元大将在外头 他在里边来个里应外合 竟都是他的了 要是不把刘备除掉 姐姐 到时候您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您可替我外甥详详 蔡茂说的是谁 是蔡氏夫人亲生所养 刘备的二儿子公子刘从 那么将来刘备死了之后 他们当然希望刘从 能够成绩京香事业 好啊 好个刘备 蔡茂这么一说 蔡氏夫人动了心 所以刘备刚走 他立刻让家人 把刘表叫回来了 今朝 你可得留个心眼 哎呀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话来 付到人家见识钱 我见识钱 你好好琢磨琢磨吧 刘备他根本就不怀好意 刘表这么一听 夫人说得有点道理呀 难道说刘备真有多我 精湘之心 刘表虽然心中一动 但是嘴里头并没说什么 蔡氏夫人一看 刘表不说话 你不说话 我天天跟你道过 每天看见刘表就这一件的事 说什么 你得把刘备给我轰出荆州 要怎么叫枕边残檐呢 刘表一想也对 我得把刘备打发走 抓机会吧 机会还真来了 刘表听说 手下西野现在县令死了 所以他就把刘备叫来了 兄弟 我有个事跟你商量商量 哥哥 你有话就说 有什么事咱们哥俩还不好商量吗 兄弟 我看你在荆州住着不能练武 这样长久了也不行 在襄阳有个属县西野 这个城虽然不大呢 可是粮草充足 百姓富裕 贤弟 你是不是带着关将军 张将军 赵将军 到那去驻扎 也可以操练人马呀 刘备一听 挺高兴 为什么 因为刘备自从到了荆州之后 因为刘备这人好 所以刘表手下不少的人 都跟刘备来往 刘备是不愿意这些人 跟自己来往 让哥哥刘表知道 怕刘表不高兴 再说了 刘备明背 荆州的大权在蔡氏宗族手中 他不愿意看见蔡猫这些人 要是到了新野县 远离荆州 新究竟了 还可以让二帝三帝 跟子龙将军操练人马 顺便可以招兵买马 集草屯粮 为自己积攒势力 好吧 刘备一攻道地 给哥哥刘表 试了一礼 哥哥 那我就去了 好 你也不用太急 再过几天 不不不 我现在就走 刘备辞别了刘表 收拾好了行李 带着全家人 还有手下大将兵士 离开荆州奔西野 刘备刚一出城 突然间从对面 找过一个人来 这个人来到刘备马前市 长一下拜 刘备一看不认识 到底这个人是谁 咱们下回再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